大家好,歡迎來到莊子門徒,讓我們繼續田子方的預言故事 綠蔻為駁魂無人射,引之銀冠,湊杯水其走上,發之 誓始負踏,方始負欲,當誓始由向人也 這列玉寇啊,之前我們在前一篇志樂篇也有出場過 《列子行時於稻叢,見百歲獨樓》那篇有講到列子,就是列玉寇 那我們在之後還會有莊子有個叫列玉寇篇的裡面 開頭也是列玉寇跟柏昏茂人的願故,跟柏昏無人是同一個人 那柏昏無人是什麼人?是誰呢?我們之前 在莊子德聰府裡面有講到柏昏無人是酸圖家和子產的老師 那我們回到田子方 列玉寇為柏昏無人射,引之銀冠,湊杯水其走上,發之 誓始負踏,方始負欲,當誓始有向人也 列玉寇啊,他為柏昏無人表演射箭 列玉寇要射箭啊 他拉滿了弓弦,引之銀冠 然後在背彎放上一杯水,有沒有?因為他 右手就是要放,就是拉那個弓弦 左手是撐住那個弓,可以放一杯水在上面 然後發之,就射出箭射出去 第一箭才剛離弦,第二箭就已經搭上 適始負踏,就是又第二箭就搭上去 然後第二箭才剛射出去,第三箭 第三箭又搭在前上,方始負欲 動作很快啊,一箭接一箭連射 第一箭射去,第二箭搭上 第三箭射去,第三箭又搭上 這個時候,他就像一個木頭人一樣 一動也不動,對不對? 柏昏無人冤,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前面我們講到,非吊之吊 這邊是非射之射,那不是非射之射 不射之射,常與如登高山,屢為時 臨百任之冤,若能射無 這邊若就是你的意思 柏昏無人就跟對六一後說 你啊,這個就是他表演他看的 你這個運用射箭的技巧是有心之射,射之射 而不是不在乎射箭技巧的無心之射,不射之射 我啊,想試著跟你啊,登上高山 站在高聳的山崖,屢為時 靠近百丈深淵,臨百任之淵 那樣子你還能射嗎?有沒有? 就說,你在平地上啊,哦,你這樣知識很好啊 一箭接一箭很穩,對不對?像木頭人一樣,沒問題 那我們如果到高山懸崖邊,那你還可以嗎?看一下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屢為時,臨百任之淵 被,勤尋,逐二分,垂在外 依,御寇而盡之,御寇而盡之,御寇伏地,盼,留置走 結果怎樣?結果他們就剛才講的嘛 就去,文武人就跟,帶著,立位寇,登上高山啊 站在高聳的山崖,靠近百丈深淵 就在那懸崖邊啊 然後呢,背對的深淵,向後退 一直到腳跟,腳有一部分懸空在外 那麼,逐二分的,兩隻腳分開,然後垂在外 有一部分懸空在外 就是,淋著懸崖邊啊 然後他向立位寇做一 然後請他上前表演什麼 舍見啊,就說,剛才平地 OK,沒問題 現在好,到這邊懸崖邊 你跟我一樣的姿勢,來射箭 結果立位寇怎樣? 立位寇嚇的趴在地上啊,浮地 冷汗一直流到腳後跟 腫就是腳後跟嘛 前後很明顯的對比嘛 前面很穩 由向人也,向木頭也動不動 現在哦,嚇得這樣,根本 沒辦法設啊,連站都沒辦法站了 怎麼設呢? 柏昏無人冤,服務智仁者 上虧青天,下淺黃泉 揮斥八極以神器不變 今如促然有尋目之志 而於眾也代以夫 所以柏昏無人冤下個結論 如果智仁,就第一等人啊 上能虧見青天,下能淺入黃泉 他的精神縱橫往來八方,回遲八極嘛 神色之道不變 就是說,不管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什麼樣的環境 都不會受影響 現在看你啊,就說六一寇 一到這個懸崖變 你心中驚慌啊,眼目炫火的樣子 你現在啊,要射中目標的可能性 太小啦 對,會受環境影響 不過我們一般人也很容易受環境的影響 好,把今天這一段 六一寇跟柏昏貌人的預言捏辨 六一寇為柏昏無人冤 飲之銀冠,錯杯水其走上發之 誓始覆踏,方始覆欲 當誓時,由向人也 柏昏無人冤,誓赦之赦,非不赦之赦也 常語如登高山,屢為時,臨百任之冤 若能涉乎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屢為時,臨百任之冤 被群尋逐二分,垂在外 依欲闊而盡之,欲闊伏地盼流至總 柏昏無人冤,服務智仁者,上窺青天,下前皇拳 回事八吉,神氣不變 今如,粗然有尋目之志,而於眾也,待已服 列獄後,為柏昏無人表演射箭 他拉滿了弓弦,在他的背彎上放一杯水 箭射出去 第一箭才離旋,第二箭又已經搭上 第二箭才剛射出,第三箭又搭在旋上 這時候,他就像一個木頭人一樣,移動也不動 很穩啊 柏昏無人說 你呀,這是運用射箭技巧的有心之色 而不是不在乎射箭技巧的無心之色 我想試著跟你呀,登上高山 站在高聳的山來,臨近百丈深淵 那樣子你還能射嗎? 於是,柏昏無人就登上高山 站在高聳的山來,靠近百丈深淵 然後背向深淵,向後退 退到直到腳有一部分懸空在外 然後,向第二箭做一 請他上前表演射箭 第二箭嚇著趴在地上 能看還一直留到腳後跟 柏昏無人說 這第一的人啊,智人 上能窺見青天 下能潛入黃旋 他的精神縱橫往來八方 神色,事好不變 現在看你呀,心中驚慌 眼目炫厚樣子 你這種狀態 要射中目標的可能性太小啦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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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